西藏的寄宿制教育是最符合西藏农务区实际 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办学模式 三包政策 也就是说包吃包穿包住 包穿后来我们改为包学习费用 那么这个之后它的教学质量怎么样呢 小学毕业率基本上都是在90%左右 初中比在80%左右 高中毕业率 普通高中毕业率在50%左右 如果我们加上这个职高的就达到了70%左右 西藏的寄宿制学校 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寺院教育 书院教育 私俗教育 也和西方的这种殖民式的寄宿制学校 豪华的私立的寄宿制学校 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我想可以把它称为新型寄宿制学校 那这个新型寄宿制学校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就是国家承担费用 第二是综合而有西藏特色的教学内容 第三 完整的寄宿制学校体系 第四 规范而富有人性的校园管理模式 第四 规范而富有点赚 第四 规范而富有点赚